香港人的主持 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我們開始了 你看鏡頭 你要跟觀眾打招呼 兩個搶著出鏡 兩個搶著出鏡 之前不肯出鏡,現在兩個爭著出鏡 今天就最後一天在溫哥華 今天就講一下我的溫哥華見聞 哎呀,你睏睏了,是不是睏睏了 因為現在是睡覺的時間 我們拍完這支節目就睡覺了,好嗎? 其實這個主要行程就是陪陳秀偉去多倫多的法會 我們嚴格來說就是去法會之旅 但是也順便路過溫哥華,停留了幾天 很感謝溫哥華的朋友對我們的熱情款待 這幾天我們有一晚跟溫哥華的朋友 網友做了一個聚餐 其實這幾天停了很短時間而已 也感謝這邊的朋友帶我們去不同的地方去玩 還有你,你看鏡頭 喂,看鏡頭,看鏡頭 你跟觀眾說嗨,你現在是主持人 你上了這麼多次鏡,你是主持人 哎,你走了啊 那只是幾天的時間 都說不出究竟溫哥華是怎樣的一個地方 因為那個觀察是很淺漏的 而且我是第一次過來的 但是這幾天說英文的機會很少 很多都是說中文的地方 根據他們所說 大家認識的溫哥華都是很多香港人會移民的地區 所以也有很多華人的社區 有很多香港人的店頭 有香港人的電台 有香港人的電視台 雖然香港人的電視台我看了一天 其實整個電視台都是播放TVB的 然後我也去參觀過這個 加拿大中文電台 也有聽過他們的節目 那個社區也挺特別的 就是一個抽離了的香港社區 譬如聽加拿大中文電台很搞笑的 聽到李遠華在讀一次蘋果日報的新聞 然後就算了,不要評論別人的節目了 但是那個感覺很奇怪 但是聽他們說 雖然我去的地方很少 但是都真的察覺到 大陸人真的很多 現在那個華人社區 已經由那個 印象中的華人社區 是我們香港人在說廣東話的地區 或者是 一些港式的地區 但是逐漸就已經變了很多 是中國人的地區 譬如 我不懂路 因為我不懂地段 都會周圍看招牌 會有些地區 是真的 完全見不到英文的招牌 可能有一條街 整條街的店鋪 全部都是中文 但是 挺不舒服的地方 就是看到很多簡體字 很多殘體字的招牌 都挺震撼的 我看到有一個 爐牌 因為其實這裡的樓價問題很嚴重 我過了幾天 我聽到一些新聞都是關於那些壓抑樓價措施 就是 實在是樓價太貴 樓價很高 去到當地人買不到樓的情況 當地人是包括香港人 無論是加拿大人 或者是移民加拿大的香港人 都是買不到樓的 那 樓價很高昂 還有 到處去 都有朋友 有手足 搭車 我們去周圍看的地區 很多空置的樓房 我不是很認識地區 但是根據 朋友所說 譬如我們去看 溫哥華一個 都算是 中產以上的豪宅區 那 你們搞什麼 我拍你們 我拍你們 你們不要搞壞事 寶寶過來 寶寶 寶寶過來 寶寶 寶寶過來 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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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來 去到一個 中產的樓房區 然後 全部都是空置的樓房 那 嘩 這是什麼 搶東西 你看 兩個人在搶東西 好像現在 大陸人在搶樓一樣 那 然後 我 過了幾天 幾天 都聽到 當地政府在說 一些壓抑樓價措施 但是 我沒有深入研究 但是我聽到的措施都是 很無力的措施 很無力的措施 其實都挺姿態的 譬如是 擔心那個 譬如會做一些 類似是 擔心一些 擔心一些 房產泡沫 會帶來一些 資 會帶來一些信貸風險 然後 會 要求銀行幫一些 所謂的投資者 要做一些 貸款的壓力測試 那 這一部分 已經當作是一個 壓抑樓價措施 大家知道 所謂的壓力測試 就是 填表 填表 或者做一些 資產的審查 或者入息的審查 然後去 衡量你的供款能力 那這些 蛇有蛇路 很容易去應付的一些事情 就是 當這一部分 你看到 這樣就叫做 壓抑樓價措施 就是不是全部的 還有一些 收緊資產增值稅 豁免之類的措施 但是 以我操錢的認知 我會覺得 其實是無心打擊樓市的 過到來 有一件很奇怪的地方 就是 遇到的問題 跟香港很一樣 就是 大陸人炒 炒樓炒到 炒貴了 那些樓 然後 政府表面上 做一些措施 壓抑 但是 如果我很操錢 這樣一聽 都不需要很細心 這樣一聽 你會發覺那些措施 其實不是很認真 去壓抑樓價 因為很明顯 就是 當地政府 其實是 受惠於樓價的 泡沫化 或者資產價格的上升 那我過來 也發生了一件事 就是 也都早幾天發生了一件事 就是 這裡 這個 BC的市政 在中國 匪國國慶的時候 就在市政府那裡 升五星旗 因為他本身是 中國人 然後就升五星旗 然後升五星旗的時候 還拉起一群中國人 去進行一個 升旗例的活動 然後包括了 那個 市長 包括了 現場的 我不知道是 現場市政的職員 還是 一些 去安排過來的群眾 然後有一群人 在加拿大的市政那裡 然後升五星旗 然後一群人 抱著 抱著 熊嶺根 去做那個活動 那 那個赤塊很可怕 譬如 熊嶺根這個符號 對於 中國歷史 有了解 或是文革歷史 有了解的人 當然你會覺得 很深寒的一個標誌 而這件事 起碼梁振英 都還沒有 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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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類似的 可以的 不可能 就在溫哥環 這個地方 那 我沒提到 我還沒有提到 我有一個恐怖的 我有一天在 公路上 聽到 有一個很大的 路面招牌 那個招牌 有一個大家食 大家食 大陸人的樣貌 穿著西裝 也是那些很討厚的西裝 整個大家食的樣貌 然後那個招牌是樓盤廣告 然後整個樓盤廣告 所謂樓盤廣告就是 美聯物業那類 物業中介那些廣告 就是告訴你有什麼筍盤 有什麼筍盤介紹 有什麼筍盤快線、筍盤推介 他不是用筍盤這個字 我這樣說你容易理解 總之整個很大的標榜就是殘體字 然後有個大家食的男人的樣貌 站著 然後就是銷售樓房中介告訴你 炒樓又便宜又快 我覺得是很不可思議的 始終加拿大是一個 英語法語的地區 我明白為什麼可以容忍有很大的招牌 不是一個的 我在沿路是... 因為那裡是一些豪宅區 我相信很多大陸人飛過去買樓的那些 主要是大陸人的目標 大陸人的一塊標榜 全部都是中文、殘體字 那其實加拿大人是不知道你說什麼的 你在那裡散播一些恐怖襲擊的訊息都可以 或者是在那裡... 危害國家安全的資訊 這樣都可以 那我就覺得很吃驚 但是我覺得是... 照計是沒有理由容忍的 這樣... 事實上呢... 就... 聽回他們說呢 就說政府接下來都會立例 即加拿大政府都會立例 以後的招牌都要... 一些廣告招牌 廣告牌 以及店舖的招牌 都要有規定要有50%英文 即是接下來加拿大政府 不是加拿大 應該只是溫哥華 我不知道 應該只是溫哥華 會有一個這樣的法規出現 即是它限制你所有的廣告牌 至少要有50%英文去寫 其實這是一個不正常的法例 即是你不會在一個地方 無端端有限制一個商業活動 去... 有一個這樣的... 你那個文字要多少 是當地語言 其實是不需要這樣去規範的 即是劃分兩頭 在社會上面 或者在一個... 在一個... 就是... 市面上面 出現這樣 是... 一個很大的... 當然我有一個... 我一看 我立即覺得有一個... 嘔心的感覺 是因為我本身對... 對大陸人 對大陸人在... 世界各地所做的事情 以及殘體文化本身... 殘體字不是文化 對不起,我講錯了 以及殘體字這一樣 這麼沒有文化的事情 本身有一個嚴護在這裡 所以我一看我就很壓力了 我覺得... 為什麼會有這些... 這麼欲酸的事情出現 那麼... 那麼... 這個是我的感覺 我也覺得你不應該在一個... 一個... 英法語系的社會有這樣的狀況 但是理論上又是這樣說的 又回頭回去說的 如果那個一個正常的社會 它又沒有理由立例去規範你 你在廣告牌... 不是... 一定要用什麼語言 不... 一定不可以用什麼語言 理論上是有一個空間在這裡 如果大家是自律的話 好了 去到出現一個這麼奇怪的法規的話 就就是說... 其實大家一點都不自律 而且去到當地人很厭惡 或者當地的政府 當地的社會很厭惡 喂... 有什麼可能周圍都是中文的 以及主要是殘體字 剛才我講過 譬如去到某些社區 周圍的招牌... 店舖全部都是中文的 那不是今天發生的 就是... 因為... 就是... 很多華人... 台灣人... 香港人移民來到加拿大 也都... 一個不少的數字 建立了一個社區 也都是... 不奇怪 但是... 我會發覺有部份的社區 其實是... 譬如我今天去過那個... 一個叫商場 就是我去了那個... 加拿大中文電台 那個加拿大中文電台 是一個商場裡面的 我忘記了那個商場叫什麼名字 時代廣場 阿伯丁中文電台 就是... 叫做時代廣場 但是... 然後... 我想說... 我一進去走一圈 我覺得... 咦... 你好像去一些羅湖 那些店舖很羅湖 然後... 裡面... 雖然我教... 晨早的時間去... 教早上的時間去... 那我錄了一個小時的節目 差不多是午餐的時間 去... 去兜那個商場 全部人都是講普通話的 那... 那... 那個... 那個是... 總之你在那個商場 或者商場附近那幾條街 走幾個圈 你是完全不覺得自己是加拿大的 你是... 呃... 還有... 如果在那個區域附近呢 都... 連廣東話 或者香港人的身影都不太見了 那... 那... 總之你就覺得自己回大陸了 是完全覺得自己去了深圳 羅湖的地方 當然... 其實... 你作為香港人 那... 你說... 那... 你... 那... 你...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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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是... 就算是飯體字、廣東話 那... 那都是一種... 都是一種文化入侵 你都可以這麼說 那... 世界各地都是有不同的移民的區域 然後那個移民的區域 出現了很多那種移民的語言 或者那種符號 或者那種標記 或者那種移民的特色的建築 那樣東西 都不是一件奇怪的事 都不是一件奇怪的事 但是... 由... 呃... 呃... 原本的華人社區 很多飯體字啊 港式東西啊 轉換到很多殘體字之後 整件事不同了 那... 那件事不單純是因為我個人立場 對於大陸或者對於殘體字 那種那麼劣質 那麼沒有文化的東西 本身有一個厭惡感之外呢 而是我覺得他們做得很事無忌憚 他們很... 很一貫地那種 中國式去到哪裡都很囂張拔戶的那種姿態 是你令到覺得你不是... 你不是... 不要說融不融入社區 不要說融不融入當地文化 因為其實這裡的香港人都不是很融入當地文化的 事實上 這個是... 由來以久都是這樣的 但是... 呃... 那種大陸東西出現 那些... 老鏈那麼大的... 整個大家食的樣子 在那裡的殘體字 炒樓表白 還有... 當然最主要是炒到這樓都貴了 還有是... 呃... 那種... 很囂張的那些... 廣告招牌啊 或者是... 將整棟東西... 尤其是有一... 一辣那些... 你在外觀一看就知道是大陸人開的那些食肆 那種是... 那種是很... 很囂張地去插旗告訴全世界 或者告訴當地人 我已經霸佔了這種地方了 那種姿態 那種霸佔了那個地方的那種姿態 是... 令到我覺得... 這幫移民很討厭 嗯... 他跟... 他跟香港移民過來的人那種... 雖然香港移民過來的人都很... 都很自盛一角 都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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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 一些文化的東西都放在那裡 但是不是大陸人那種囂張... 囂張拔戶 是... 專橫地霸佔了那個區域 然後... 周圍那些五星旗的那些... 在那裡飄揚啊... 插旗啊... 就是... 認真地插旗的 是認真地插旗的那些五星旗的那些 然後有一些... 我... 我不是很深刻的那些 因為我都是很水過阿輩的走過那樣看到的 總之我看到有些... 標語啊... 標示啊... 是有些... 賓馬那些在那裡 就是有一種... 宣示主權的意味在那裡 那那個... 黃蟲的而且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 尤其是當他們有錢的時候 太囂張... 而... 當他們有錢... 而... 加拿大政府又不是很抗拒 尤其是溫哥華政府不是很抗拒 正等於我剛才說的 剛剛發生在... 匪國國慶... 會在市政五星旗啊... 藍紅領巾啊... 那根本就是... 根本就是... 根本就是匪國間諜入侵的那些... 但是加拿大政府是... 似乎又不是很... 不是很正視的那些狀況 那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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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是間諜的問題來的... 其實是... 資金... 利用資金啦... 利用移民潮... 去... 都不是... 不是滲透的啦... 擺明是霸佔你的... 霸佔你的國家的空間... 以及資源... 那這個狀況是... 一個... 一個全球性的黃禍... 全球性的災禍... 這樣... 那... 但是... 我必須戴個頭盔啦... 最後說的是... 我這個... 只是我... 短短幾天在溫哥華的... 那個... 那個觀察... 那個... 不敢講全面... 也都不敢講準確... 也都難免... 來... 難以避免是有... 我個人的偏見在這裡 因為我有一個... 我既定的一個觀感在這裡 當我對... 我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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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如何... 發會的... 那我就... 做完這個節目之後... 我就... 做完這節節目之後... 我就離開... 那我就... 去... 另一個... 地點了... 這樣... 那就... 很感謝... 很感謝... 謝謝... 謝謝... 那... 我... 說話差不多了... 那... 這節到這裡為止... 剩下的時間... 交給其他主持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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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